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结晶对肾脏是潜在的危害 它们可损伤肾脏健康 常见的含有草酸含量较高的食物 有菠菜 馅菜 甜菜 马尺馅 芋头 干薯和大黄等 三 含高漂令的食物 高漂令的食物进入体内之后 可代谢出尿酸 而尿酸浓度增加 会吸出尿酸盐结晶 这些物质也会严重损害肾脏健康 尤其是高尿酸 痛风人群 更要远离高漂令的食物 常见的有动物内脏 肉腑 浓肉汁 海鱼 香菇等 四 煎炸食物 加甜饮料 煎炸的食物要少吃 如果吃的时候还喜欢搭配甜饮料 那对肾脏真是十级伤害 这些食物会导致体内纳 甲含量超标 增加肾脏的负担 五 过量食用豆腐 很多老年人爱吃豆腐 容易消化吸收 又美味 但是人道肾脏排泄肺污的能力下降 若大量食用豆腐 会使体内生成的寒氮肺污增多 加重肾脏的负担 使肾功能进一步衰退 不利于身体健康 六 酒加浓茶 很多人喝酒的间隙 喜欢泡壶茶喝 这也是很不好的饮食习惯 因为浓茶含有大量的茶碱 有利尿的功效 可加速肾脏的代谢 使得喝酒后尚未分解的乙泉 过早地进入肾脏 乙泉对肾脏有较大刺激性 且肾脏无法将其代谢掉 长期如此一发生肾病 七 吃得太咸 很多人饮食偏重口味 喜欢辣的 咸的 尤其爱吃又辣又咸的泡菜 下饭 但是过多食用盐 可使得血压升高 肾脏负担大 从而致使肾病 感谢可访主持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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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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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